大家好 歡迎大家訂閱關注新聞看點 我是李沐陽 歐洲和拉美轉了一圈 習近平在今天就是12月6日回到了北京 從媒體報導的消息來看 他並沒有就公開場合談到川習會的情況 隨訪的中共外長王毅也沒有提到美中經貿磋商的細節 今天他只是在外交部的網站笼統地說了一下 阻止了摩擦進一步擴大 這就讓人產生更多的猜測 美國將如何應對中共的拖 大家還記得9月22日 川普在密蘇里州的集會上曾經警告 如果問題不解決 我們還有更多的子彈 人們一直想知道川普的槍堂裡的子彈究竟是什麼 那就在阿根廷他會晤習近平的同時 他打出了第一粒子彈 而且是極具威懾力的點射 昨天 加拿大的《環球郵報》披露 應美國的要求 12月1日逮捕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 也是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原因是她涉嫌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禁運令 加拿大司法部表示 美國有引渡要求 這個消息一公布 整個媒體就像炸了鍋一樣 中共也馬上有了反應 先是中共的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聲明抗議 說這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要求立即恢復孟晚舟的人身自由 並且還說採取一切行動 堅決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中共的外交部也在昨天例行的記者會上表示 要求美加兩國立即釋放被拘押的人員 看上去中共的口氣很強硬 那麼為什麼1號抓的人到了4號才對外公布呢? 中共又為什麼急了呢? 儘管美國司法部發言人麥克勞德表示 孟晚舟在被抓時申請的禁止報導令已經生效 但是外界卻有不同的解讀 認為這是川普政府一石二鳥之舉 眾所周知12月1號的川席會 北京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諾 換來美方推遲加征關稅 雙方約定90天談判期協商解決中共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幾天過去了 中方的動作相當遲緩 慢慢吞吞 甚至連90天的期限過了4天之後才不得不承認 因此人們看不出一點誠意 有分析認為90天的談判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時間可能不夠用 因為中共是政經一體 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那就會觸及到中共體制問題 前天川普在推文中寫道 與中共的談判已經開始 除非延長將在90天後結束 華廣認為這就是川普在暗示 有可能會延長談判的時間 如果川普真的延長這個時間 那只能說川普在釋放最大的善意 但是這有一個前提 就是北京要積極主動的跟美方協商 去做出調整改變 可是連續幾天的表現 中共就像是牙膏一樣 不擠不動 所以白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警告說 談判不是談起來沒完 要看到立竿見影的結構性變化 這是美國的底線 川普也在昨天發出重炮 如果行我們就達成協議 如果不行 記住 我是個打關稅牌的人 與此同時加拿大對外也公布了孟晚舟被抓 甚至將被引渡到美國的消息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顯然川普政府看到了中共又在拖延時間 並不是要解決美國關切的結構性問題 川普用這個動作警告北京 給機會就應該好好珍惜兌現承諾 否則更多的子彈會一一的用傷 其實中共不會不清楚美國的用意 但是他為什麼還表現是急了呢 大家知道在去年 有兩名中國公民被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在巴基斯坦殺害 中共那個時候是不僅不著急 甚至中共的官媒還找他們該殺的理由 替恐怖組織開脫罪責 那現在僅僅是孟晚舟被抓 中共就這麼抓狂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唐靖遠認為中共被打疼了 川普政府的點射正好打在中共的七寸上 大家知道 華為是中共一個最有力的打手 它是中共政府和軍方電信類業務的最大承包商 在華為的支持下 中共推出了監控民眾的天眼系統 為新疆百萬人在教育營提供了管理系統等等 此外作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品牌 華為也是全球最大的風波塔 也是最大的互聯網網絡和電信基礎設施的生產商 曾經有華為的員工透露說 華為的內部就像是特務的機構 無論是商貿活動還是人事安排 都要聽命於中共 那正因為華為配合中共做了很多的壞事 所以美國早就對華為嚴加防範 從2016年對中興的調查中發現 中興的違反禁令就是在模仿華為的做法 所以從那個時候起 美國懷疑華為最晚是從2016年開始 就參與了違反對伊朗貿易禁令的活動 也就是說華為配合中共做了很多的壞事 正因為作惡太多 所以美國在封殺它的同時 也是積極的聯合盟國對華為實施圍堵 可是這個圍堵都只是在外圍 並沒有真正的傷到華為的筋骨 華為還在不斷地試圖向外擴展業務 那中國有句話 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 要想徹底打掉中共用科技統治世界的野心 那就必須解決掉中共的打手 詛咒為內的華為自然就在瞄準的範圍 而要想解決華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解決掉它的後備力量 讓它失去支撐 大家知道1993年加入華為的孟晚舟是華中理工大學會計學碩士 歷任銷售融資與資金管理部總裁 賬務管理部總裁 華為香港公司首席財務官 國際會計部總監等等 香港經濟日報指出 在財務負責人孟晚舟的帶領下 華為的營收是一路猛增 2011年 孟晚舟進入了董事會議後 並且在今年3月接替她父親任正非的副董事長職位 外界一致認為她是華為未來的接班人 唐靖遠指出 川普政府這一個點射 既是向中共的施壓 又解決了華為的支撐力量 可謂是一槍打倆 好的 感謝您關注 新聞看點 待會